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娘聚 首先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罗伯啤酒厂与加拿大国家冰球联盟 ENHL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 将百威啤酒定为ENHL在加拿大的官方啤酒 这项多年协议的财务细节尚未公开 但罗伯将通过数字化技术在比赛转播中获得广告曝光 并享有多种市场推广机会 这次合作恰逢埃德蒙队游人队与佛罗里达猎豹队的斯坦利杯决赛首场比赛前夕 为球迷增添了更多期待和兴奋 接下来我们来到英国和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活动 这次登陆被丘吉尔称为二战中最复杂和困难的行动 英国在普茨茅斯举行了全国性纪念活动 由海伦·米伦主持并有查尔斯国王和首相苏纳克出席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布鲁维莱克向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和空降兵致敬 这些活动让我们重温了那段艰难而光荣的历细 最后我们来到多伦多 一名十二岁男孩在公交车站遭遇随机袭击导致严重受伤 这起事件发生在北约克 男孩和一群人被一群持刀男子袭击 男孩受到了改变生活的伤害 其他人则受了轻伤 目前一名18岁男子已被逮捕并面临多降指控 警方仍在寻找另外两名嫌疑人 这起事件让整个社区感到震惊和悲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多伦多星报报道 拉巴特加拿大啤酒公司与国家冰球联盟NHL达成协议 失败微啤酒成为加拿大NHL的官方啤酒 虽然协议的财务条款尚未公布 但合作将为拉巴特提供通过数码增强的围板 在比赛转播中获得曝光的机会 此外还包括广泛的市场营销和推广机会 此协议在斯坦利杯决赛首场比赛前宣布 比赛将在埃德蒙顿游人队和佛罗里达黑豹队之间展开 BBC报道为纪念诺曼底登陆八十周年 英国和法国举行了为期两天的活动 英国战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称这次行动为 二战中最复杂和最困难的行动 最终导致法国从纳粹战中解放 在普斯茅斯英国的国家纪念活动 由海伦·米伦主持 他称赞了那些参与这次非凡行动的人 地雷老兵罗伊·海沃德在南海公共场所登台时 得到了热烈的场声 他在诺曼底受重伤 双腿被截肢 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也出席了活动 查尔斯国王表示 我们有责任确保自己和后代不会忘记他们的服务和牺牲 威廉王子与首相李希 苏纳克及其妻子阿克沙塔 莫尔蒂一同坐在台上 威廉王子在讲话中表示 我们将永远铭记那些服役的人和送别他们的人 活动还包括一系列表演 例如爱马巴顿演唱的《我们走着唱》 在法国 诺曼底海岸的人们身夺二战时期的制服和驾驶老式车辆 以纪念这次历史性事件 《环球邮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投稿 讲述了一位女儿如何将父亲的骨灰带回法国诺曼底的故事 他的父亲诺曼·诺兰德在1944年帝那天 乘坐HMCS王子大卫号从南安普敦 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达诺曼底 他当时只有21岁 早在16岁时就已参军 尽管他在战后教给孩子们一些战争歌曲和故事 但他也经历了难以言喻的创伤 每年家人都会参加多伦多的战事日游行 然而父亲的战争回忆让他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 作者与父亲关系复杂 既为他的服务感到自豪 又因他的酗酒和偏见而痛苦 父亲在2001年去世后 作者决定在前往欧洲旅行时 将他的骨灰带回诺曼底 在诺曼底的海滩上 他将父亲的骨灰洒入海中 让他在那个曾经改变他一生的地方找到永恒的安息 多伦多星报报道 一名12岁的男孩在北约克的一个公交站 被一群陌生男子袭击 导致严重的终身伤害 事件发生在周五晚上10点45分左右 地点位于Grenlobo主艾河主右 威弗雷附近 当时男孩和几名男子正在等待公交车 突然遭到持刀男子的袭击 警方称 男孩受到严重伤害 其他人则受了轻伤 当天警方逮捕了一名18岁的 Richmond Hill男子 并以持卸袭击拥有违禁物品 抢劫和持有脏物等多项罪名指控他 此人将于6月14日在安大略省法院出庭 同时警方还在寻找另外两名年龄在19到22岁之间的嫌疑人 任何知情者都被要求联系警方或匿名联系犯罪制止热线 多伦多新报报道 周末在释迦堡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 一人受重伤 事件发生在5月31日下午3点40分 1点位于Igleton Navenue East 和Bremwood Road区域 警方称两人因争吵而发生肢体冲突 导致其中一人失去意识 并遭受严重 但非致命的面部伤害 前一人为一名25到35岁之间的男子 黑发警方呼吁任何知情者联系他们或匿名联系犯罪制止热线 环球邮报报道 Sally Johnson的新书公寓问题与解答 你能做些什么来应对40多种常见和意想不到的公寓问题 揭示了公寓生活的诸多现实问题 书中提到高层建筑 因风压可能导致雨水渗漏 寻找漏水点的过程既昂贵又复杂 天车场问题也是公寓常见的高成本项目 书中提到加拿大曾发生过多起停车场坍塌事件 汤森警告公寓业主的维护费用和储备基金贡献每年都会上升 且速度超过预期 他还指出新建公寓的储备基金初始设定往往过低 导致未来需要大幅增加 书中强调 购房者应对公寓的维护成本有清醒认识 以避免未来的经济困境 The Globe and Mail 报道 TXSE集团计划在达拉斯推出德克萨斯证券交易所 并以筹集约1.2亿美元 该公司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注册文件 目标是吸引交易所交易产品上市 挑战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成本和新规 TXSE集团创始人间Z.E.欧詹姆斯里表示 股票交易市场的变化正在推动更多的交易量流向交易所 为发行员和赞助商提供更多选择 随着可持续投资的日益重要 现有交易所运营商也在增加对环境社会和治理业细业务机会的关注 TXSE计划在2020开始运营 并在2025年开始运营进行首次上市 旨在为全球发行人和流动性提供者带来更抑制和可靠的市场 The Globe and Mail 报道 加拿大赋予庇护所组织呼吁电话公司调整对逃离的受害者的响应方式 指出更换电话号码的费用和离开共享计划的困难是主要障碍 该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 骚扰是技术辅助性别暴力中最常见的形式 其他形式包括威胁、位置追踪、阻止访问在线账户、监视和未经同意的图像分享 报告还指出家庭移动电话计划被滥用来对抗受害者 阻止他们获得住房或就业机会 为了测试公司对帮助请求的反应 工作人员与贝尔·罗杰斯和Talesa-克福进行了联系 发现答案因克福代表而已 该组织建议公司员工接受创商知情的培训 并简化离开共享计划的过程 贝尔·罗杰斯和Talesa表示正在审查流程 以更好的支持受害者 The Globe and Mail 市场策略师 斯科特·巴洛的美域研究和分析会总中 斯科泰克班分析师 梅尼·格劳曼对加拿大银行降息对银行股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 他指出尽管银行财报季表现优于预期 但信用压力明显 预计6月的降息可能会引发 银行股的反弹 但可持续性存意义 格劳曼认为皇家银行表现最好 其次是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岁利的商品和公用事业分析师则认为 美国的电力需求将推动油市场的牛市 预计油价将在未来12个月内超过美磅100美元 Buff证券分析师把杰明报乐则认为 目前尚未进入技术资产泡沫 尽管美国科技股表现强劲 但波动性并未显著上升 显示出市场尚未达到泡沫水平 电讯报前英国陆军总参谋长李查德丹纳特 勋爵强调必须确保英国在诺曼底登陆日的故事得到正确讲述 他指出尽管美国在诺曼底登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指挥整个诺曼底战役的是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 为了纪念英国军队在诺曼底海滩上的牺牲和成功 位于维尔苏维尔村的英国诺曼底纪念馆将新增一个学习中心 这个新的温斯顿丘吉尔教育与学习中心讲于6月6日开放 纪念欧洲解放80周年 中心内将有两间由皇家英国军团策划的教育画廊 讲述诺曼底登陆和战役的故事 在纪念馆的野花田中 还设有一个由与巨人同行慈善机构创作的1485个巨人剪影装置 名为为了你的明天 象征着在诺曼底登陆日牺牲的英国指挥下的士兵 丹纳特勋爵希望新中心能教育后代战争的代价 并激励年轻人铭记英国在纳粹暴政下的独立抗争 为美国和加拿大军队提供了跳板 恢复了欧洲的自由和民主 《环球邮报》多伦多的春季房地产市场 在5月里出现了一些活跃迹象 丹纳多数买家仍在观望加拿大银行的政策会议 一些买家利用供应增加 和竞争对手减少的机会达成交易 房地产经纪人普里特神塔雷克发现 一些房屋在报价日未能售出 随后以相同价格重新上市 这为买家提供了谈判的机会 尽管如此 并非所有买家都愿意在价格上妥协 一些买家坚持预定的价格 索斯比国际房地产公司的艾利·戴维斯指出 买家对价格过高的房屋不感兴趣 买家必须面对现实 Redit Home Realty公司总裁约翰·卢星克观察道 供应增加 但需求依然低迷 许多潜在买家等待抵押贷款利率下降 然而 价格并未如预期大户下跌 部分原因是新独栋房屋的建筑许可减少 以及人口增长 卢星克预计夏季市场将保持平稳 银行利率下调可能带来心理上的积极影响 加拿大广播公司根据最新发布的数据 阿尔伯塔省的原住民因阿片类药物死亡的比例 是其他人口的8倍 提卡尼民族的乔迪 普莱尼格尔表示 阿片类药物危机对社区的影响难以减调 失去7月后还未能完全哀悼 又有人去世 2020年和2022年 阿尔伯塔省原住民中分别有373和344人因阿片类药物中毒死亡 每年每10万人中有200多人死亡 2023年南阿尔伯塔的血族部落和皮卡尼民族相继宣布进入禁忌状态 普莱尼格尔提到社区成员在面对连续的死亡事件时 几乎没有时间处理悲痛 他还提到许多家庭因失去多个亲人而感到无助 甚至出现生存者愧疚感 阿片类药物危机不仅导致大量死亡 还是许多儿童失去父母 面临失去身份和文化的风险 2023年是阿尔伯塔省阿片类药物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普莱尼格尔认为这场危机的长期影响将持续数代人 Telegraph 番外杰尔法拉奇 再次以原子弹般的冲击力 重返政治舞台 在提名截止前的两天内 他有机会对英国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他可能正在做出一个可怕的战旅决策 这将损害他所声称支持的事业 许多选民会同情改革党的愿望 即在这次选举中摧毁保守党 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对保守党 政府的保守部分感到失望 逮革党的许多承诺 例如退出欧洲人权公约 废除禁邻政策削减办官方机构 并将权力归还给民主负责的政治家 然而考虑到这次大选几乎确定的结果 改革党可能会再次采取2019年那样错误的做法 法拉奇的政策可能会让改革党失去力量 并在未来的选举中被保守党 视为有用的盟友 而不是存在的敌人 西律西一份新的报告指出 解决加拿大临时外劳计划问题的最佳方法 可能是废除它 这份名为永久工作临时人 爱德华王子岛临时外劳争取永久居留权的 斗争的报告 由多伦多大学和圣托马斯大学 爱德华王子岛的库珀研究所 以及马度维尔马移民正义中心联合发布 报告建议改善工作场所检查 提供全面的就业保险和医疗保健 结束雇主特定工作许可 并确保支持移民工人的团体有可靠的资金 然而最重要的建议是 工人一到加拿大就授予永久居留权 消除临时元素 报告通过27次采访揭示了临时外劳计划的许多问题 包括工人失去工作后必须离开国家 以及抱怨工作条件恶劣的工人 可能不会被邀请回来的风险 报告还发现 雇主在参与该计划时也面临许多挑战 特别是需要具备一定的移民专业知识 尽管政府设有举报虐待热线 但工人们发现这个系统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报告总结到现有的举报和检查机制 并为有效防止工作场所的滥用行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 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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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 合法